剧君业透露与大S感情细节,相见时痛哭30分钟,如果不是大S,不会结婚。 近日,大S老公剧君业在访谈节目中提到大S,他说,西元现在像少女一样,他一开心就立马跑过来紧紧相拥。 他还说自己只会跟这个女人结婚,如果不是这个女人,他宁愿不结婚。 提到大S时,剧君业滔滔不绝,满眼都是爱意,情到深处眼里还流下了泪水,他是真的很爱大S吧。 此外,剧君业也透露了两人许多恋爱细节,因为很想快点见面,所以剧君业就向大S提出我们结婚吧,结婚了就能见面了。 没想到大S立马就答应了,两人一见到面就紧紧相拥,一起哭了30分钟。 主持人问剧君业,他现在是不是也很美呀? 剧君业一脸娇羞地拿出手机分享大S的照片,因为他太美了,我一定要给你们看。 不得不说这样的爱情真是让人羡慕呀。 据悉知,剧君业在20多年前来台湾演出时,和大S相识相爱。 大S还在脚踝闻上剧君业的名字,不过后来剧君业因为事业的原因两人分手。 辗转20多年了,大S结婚离婚,剧君业始终在原地等他。 婚后的大S也是一改往日的低调作风,一点都不反对秀恩爱。 可见他对剧君业的爱是非常明朗的。 刚结婚时,家人和网友都对大S的婚姻不看好。 大S的母亲甚至直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,不喜欢剧君业,不知道和大S吵了多少架。 只有妹妹小S对姐姐的选择支持,还在姐姐姐姐夫相见的日子跳舞庆祝。 其实,日子是他们自己在过,真正的好与坏大S比我们要清楚,现在看着二人生活得如此快乐,我们也由衷地希望姐姐这次一定要幸福。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,大S剧君业婚纱照首发,大S一脸幸福,网友吐槽称向父亲嫁女儿。 大S与新婚丈夫剧君业的一组婚纱照罕见曝光,照片中大S身着细纱长裙,笑容满面,少女味十足。 丈夫剧君业则身着一身鼻挺西装,在大S身边笑容灿烂。 大S脸上洋溢着幸福,颜值和状态也肉眼可见回春,整个人变得更加漂亮了。 不过也有网友吐槽,大S身边的剧君业丝毫不像大S的丈夫,反而像送大S出嫁的老父亲。 大S年轻时感情时丰富,年轻时候的大S对爱情十分向往,他一直都敢爱敢恨,爱上就会去追。 大S在感情上一直都是带着一股干脆利落,风风火火的风格,面对感情他从不拖泥带水。 大S秉持着喜欢就追的性格,交往了很多有名气的男朋友,甚至可以说大S的男友个个都大有名头。 大S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。 说到大S,相信大部分人都看过有他主演的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。 这部电视剧曾宏极一时,在参演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时,他对《流星花园》中的蓝正龙一见钟情, 大S成功将小鲜肉收入囊中,俩人迅速坠入爱河。 之后,大S又与小鲜肉宰宰周渔民,相知相爱,陷入爱河。 大S的恋爱史可以说是十分丰富,而大S现任丈夫剧军夜也曾是他的前男友之一。 当年的大S看过韩国艺人剧军夜的舞台后,对他一见钟情,他毫不在意两人之间所相隔的语言差距,距离差距,大方勇敢追爱。 不过,迫于公司压力,俩人感情遗憾得无疾而终,与前夫汪小飞从认识到结婚,不超过50天。 大S面对感情一向雷厉风行,不过他当年闪婚的速度还是惊呆了众人。 想当年,大S与汪小飞认识不到50天就结婚时,就已经惊呆了各路群众。 在友人的生日会上,大S认识了汪小飞,汪小飞外表英俊,帅气多金,两人一见钟情,陷入了热恋。 而从认识到领证,时间竟然不超过50天。 两人迅速闪婚,婚后生下一儿一女,家庭和睦。 婚后,父亲二人参加过多档综艺节目,在节目上,两人表现得十分恩爱,互相承诺两人会携手到白头。 谁知没过几年,两人的感情就已经破裂。 在两人的婚姻中,大S总是处于强势地位,就连同样强势的婆婆张岚也不敢对大S发脾气。 结婚后,大S便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,大S四处求一,全身新备胎。 婚后生了一儿一女,还险些为此丢了命。 当年,汪小飞家族的企业翘江南出了事,大S没有怨言,当时大S将自己在台北的三套房子打折卖出,每一套都价值千万。 据说是汪小飞送给大S的定情礼物,她的举动确实让不少人佩服。 可见大S十分有情有义。 之后,在汪小飞的创业之路上,也都是大S在帮忙。 两人也曾一起经历风雨,不离不弃。 两人感情破裂宣告离婚一天后,汪小飞久后情绪激动,在深夜激情发言。 媒体求证大S时,大S对此的回应却是两人正在办理离婚手续,对汪小飞的事情不了解。 此前,两人从来没有传出婚变的消息。 大S的突然回应惊呆了众人。 对于大S的回应,汪小飞表现得有些慌张,她表示并不知道妻子的这个决定。 紧接着双方工作人员出来找补,表示两人只是闹了矛盾,婚变传闻暂时平息了下去。 没想两人还是宣布离婚了,离婚后汪小飞被爆料私生活紊乱,疑似出轨,对此汪小飞迅速否认。 说起大S汪小飞的感情,两人的婚变直接原因可能是由于汪小飞的口不择言,然而根本原因却不止于此。 其实两人这十年来看似恩爱有加,实际上两人之间的矛盾早已慢慢累积。 汪小飞结婚后一直忙于北京这边的生意,常年定居北京,而大S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在台湾那边的事业和人脉,常年定居台湾。 两人结婚多年来一直处于长期分居的状态,两人对此事一直僵持不下,汪小飞无奈只能两滴跑,对此两人意见不合,谁也不让谁。 这是矛盾的原因之一。汪小飞是著名的暴脾气,大S更是直来直往,两人之间的矛盾难以调解。 多年来的矛盾让两人之间心生间隙,渐渐地达到了不可调解的地步,婚姻最终走向失败。 离婚后与前男友剧军业在续前缘,离婚四个月后,大S突然宣布嫁给了二十年前的前男友剧军业。 这一爆炸性的消息一出,再度惊呆了众网友,大S在二十四年前与剧军业交往,当时的剧军业在韩国很有名。 大S看过剧军业的舞台后,对剧军业一见钟情。 在剧军业一次副台演出中,惊人介绍认识,之后剧军业参加了大S主持的一档节目。 在节目上大S勇敢求爱,没过多久俩人坠入爱河。 然而公司极力阻止俩人交往,俩人不堪压力选择分手。 在听到大S离婚的消息后,剧军业心动了,这些年他一直没有结婚。 他找出了二十四年前保留着的大S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。 幸运的是大S没有换过号码,两人恢复了联系。 大S没有想到剧军业对自己牵挂了这么多年,心生感动。 俩人官宣离婚后,剧军业一直被网友吐槽太老。 剧军业已经年过半百,岁月的痕迹在他身上展露无遗。 网友表示不知道大S喜欢他什么。 不过,大S似乎并不在意这些。 俩人结婚照曝光,大S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。 或许现在的大S想要的只是一份踏实的爱情, 剧军业能够鼓起勇气联络他,是给他最好的感动。 祝福大S能够一直幸福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